其实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其实只有下载什么 2019年1月到7月的资料 其实它还有这么多资料 分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实如果正确应该是把全部的资料 通通都把它塞到资料库 所以后面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一下 把7月14号以后到12月31号的资料 等于这边应该是2019年的去年的2019年的资料 全部就再把它整合在资料 这部分给各位练习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待会我们要延伸出去 再来的话就下一个范例 除了CSV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资料形态 还有哪一些呢 最常见的不外乎就是Jackson 跟XML 大概这三种 如果这三种你都会的话 应该也就够用了 可能也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呢 我找了一个 网站其实 还蛮有代表性的 就是那个行政院的那个环保署的那个 PM2.5的那个网站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站很好地方 第一个 它的界面很干净 第二的话呢 它需要我们需要练习的东西它都有 OK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刚刚CSV 你会发现它CSV 把它再次按右键 我建议是 先用什么 用那个编辑 一样 硬存新档 先确定一件事 它的编码方式 UTU8 所以 你就不能用CP95去get 你要用UTU8去get 否则的话呢 你抓下来的东西会乱码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 还有哪一些呢 按右键 再把它用Modepay++ 你会发现它也是CILF 然后中间好像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什么 控制好像没什么问题 不过最后它有个单位 这单位好像有点多余 好 那 第1个是CSV 第2个的话 Jason Jason 点开来 各位可以发现 他的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Jason 格式 那Jason 格式的话长什么样子呢 基本上我们前面讲过一定是大瓜 就是跟字典很像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把它的这个字典的格式 把这个 奇怪怎么那么慢 这个怎么比较快 其实这个我点过 这个OpenAPI跟那个Jason 是一样的东西 再点一下 这个比较慢 Value Key的话是栏位名称 Value是放后面 KeyValue 然后你会发现 它里面是一个Dictionary 一个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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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外面的话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在一个串列里面放很多字典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说 它是 这样的结构 那你要抓的话 你势必要什么 用字典去抓 然后也要用串列去抓 否则的话呢 你会抓不到字典 其实难 我觉得会比较 难一点 相对比CSP 困难 因为CSP只要Split就好了 那Jason的话呢 可能要考虑到他什么 他有大瓜胡 字典 跟中瓜胡串列 所以他结构你要看得懂 再来的话还有哪一个 还有就是说那个XM 比如在XM 他有点像一棵树 一个tree 那这个tree里面的话有这个root 这根 然后 长出去的这个 有没有 他就出去一直出去 OK 那所以等一下的话 请各位把那个 刚刚 这个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其他 有没有除了7月14号以外的资料 再把它抓下来 试试看 然后 接下来就了解 有关 这个 行政院的环保署网站 画面先还给我一下 这三种 这个常用格式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练习什么 如何再把那个Jason 跟那个XM 把它分别把它抓下来 OK 如果这些都可以的话 那基本上我想以后你要抓网络资料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未来当然你除了说可以把它 存在哪里呢 存在资料库之外 其实另外常遇到问题就是Jason的那种形态很麻烦 大部分 你抓下来给人家 人家可能还没办法用 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是什么大瓜糊中瓜糊 一般人会想说 你干脆转成CSV给我不就好了 OK所以后面其实也许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Jason 的资料抓下来 顺便最后把它存成CSV 因为你CSV存起来之后你就丢给人家 人家用Excel也可以打得开 这样的话相对会 比较 没有问题 另外最后的话有Excel也蛮麻烦的 要怎么样把Excel抓下来 然后也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先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这些都会的话未来 网络上面的一些云端的资料开放资料 我想你要处理这些问题就比较单纯 OK试一下 OK 谢谢大家